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听《十点读书》,我是夏萌 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文章是 退休后,不管你多有钱,都别给儿女这三种钱,小心害了他们 都说,父母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 年轻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会想着现在多累积一点 孩子未来的路可以走得轻松顺畅 退休后,依旧里里外外给孩子操持着,能做一点是一点 大概在他们心里,年老后最大的心酸不是子女不孝 而是害怕自己不能再付出,不能成为孩子的支柱和靠山 所以,哪怕已经吹吹老矣,他们也会把自己积累一辈子的财富用来支持孩子 可是这种以爱的名义给予孩子的经济支持,有时候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当你老了,手里的钱再多,都别给儿女这三种钱 不然,才是真的害了他们 第一种,给他们还债的钱 说一个真实故事 有一对父子,父亲年轻时开了个小厂子,有点积蓄 儿子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在父亲的帮助下,贷款买了房 娶妻生子,日子也算过得去 突然有一天,父母老家的房子拆迁了,分了不少拆迁款 父亲拿了一部分,给儿子还了贷款 不用靠自己赚钱后,儿子的心态开始飘了 再也不想朝九晚五辛苦的工作 死了工作,找父亲拿了三十万,开始学人家炒股 但很快赔了个底朝天 紧接着,第二次,第三次 赔得越多,他翻盘的愿望就越强烈 每一次,父亲都在后面帮他还钱 可钱总有用完的时候 只能把房子全部拿出去抵押 还拉下脸,四处借钱,才算帮他还清了债 但儿子并没有就此收手 因为在父母每一次帮他还钱后 他总觉得自己还有资本再搏一搏 最后呢,父母的拆迁房也被他赔进去 自己妻离子散 好好的一个家,再也回不去了 仔细想想,导致他们一家走向破碎的原因是炒股吗 不是的,真正导致这场悲剧的是 父母一次又一次为孩子兜底 为人父母,孩子有困难就总想搭把手 无论孩子做了什么,父母都会在后面帮忙解决 哪怕孩子在外负债累累,父母也会想尽办法替他们解决 更有甚者,明知道父母能力有限 依然强制索要,逼迫父母替自己还债 结果呢,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尽力帮助中 孩子感受不到债务的压力 心安理得,享受父母的付出 可是,没有人能庇护孩子一生 孩子总要一个人面对社会的颠簸与坎坷 父母可以指导,帮助,给孩子人生建议 但不能包办一切 想要孩子真正适应社会 父母就要学会狠心,把责任还给孩子 让孩子自己体会还账的坚信 他们才能吸取教训,长记性 人劝人是劝不行的 但,是教人,一次就够了 第二种,让他们享乐的钱 中国父母似乎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 自己吃够了生活的苦 就不忍心看到孩子也吃苦 哪怕孩子已经是有能力的成人了 他们要什么,自己还是会尽力满足 看过一个新闻 江苏一对父母 从小对儿子抱有很高期待 长大后又掏空家底 让儿子出国留学 但没想到 儿子归国后一直不找工作 以要考工创业等理由 千方百计招老两口要钱 战头就去各大酒吧 商场里逍遥挥霍 和朋友出去聚会喝酒 老两口苦不堪言 但嫁不住儿子巧舌如簧 一次又一次任由他疯狂索取 最后,逼得老两口到了退休的年纪 也不敢休息 又继续找了份工作 艰难养活儿子 可这就是爱孩子的表现吗 我想并不是的 父母如果总是无底线的付出 孩子永远学不会感恩 也学不会关爱父母 甚至可能会变成令人心寒的白眼狼 还记得前几年轰动全国的 自贡男子世母骗保案 一位名叫傅白莲的男子 亲手杀死了含辛茹苦养他长大的母亲 父母一生坎坷 一个人熬着拉扯两个儿子长大 他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小儿子 尽力满足他的要求 给他在老家买了房 但傅白莲并不知足 又看中了广州的一套房 他也知道父母已经拿不出什么钱了 所以他给母亲买了一份保险 为了买房钱不惜杀害母亲 榨干他最后一滴血 想想多么可怕 孩子尚小 需要父母的抚育无可厚非 可很多父母在子女成年后 长达数十年时间里 依旧倾其所有 看似在扶持子女 但实则是助纣为虐 纵容他们的欲望不断膨胀 直到变成无法填满的深渊 家庭教育指导师 郑启娟曾说过 许多父母包办孩子的一切 本意是想给孩子最好的照顾 但却阻碍了孩子 正常的心理和能力的发展 我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 但爱并不是把孩子 当成富二代去培养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让孩子拥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才是所有父母 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第三种 替他们养家的钱 让老人退休后帮忙带孩子 实现在很多家庭的现状 只要孩子懂得感恩 老人有经济实力 对全家来说 是一件幸福的事 但不少年轻人 却把父母当成行走的提款机 家庭开销 吃喝用度 都让父母掏钱买单 以前看过一位老人的自述 他是一位退休教师 老伴很早就因为车祸去世 这么多年 他一个人辛苦把儿子拉扯大 好不容易等到儿子成家立业 他又觉得 没有一个父亲帮衬 亏欠儿子太多 所以在儿媳生完孩子后 他就把自己每个月的退休金 补贴给儿子的小家 大到家里买电器买车 小到孙子的奶粉 药布 衣服等等 都是他掏钱 本来是想扶持他们的小家庭 但没想到 儿子习惯了 每个月都有人给生活费 每当家里需要用钱的时候 就伸手找他要 有几次给了晚点 儿子竟直接打电话催 老人心里苦不堪言 还好自己还有一点存钱 维持日常的生活 可以后的养老又该怎么办 我能理解父母牵挂子女 害怕他们过得不好 所以有时候补贴一下孩子的小家庭 也是人之常情 可是如果总是不求回报的付出 不仅害了孩子 也坑了自己 常听一句话 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做马牛 父母爱孩子的最佳方式 是为他们的长远做考虑 金钱上可以关心 但一定要有底线 对孩子来说 父母狠下心 放开手 可以让他们充分承担自己的责任 早点拥有抵抗风雨的能力 对于父母而言 留点金绪在自己身上 能自己照顾好自己 不用成为谁的累赘 这又何尝不是在为孩子减轻负担呢 听过一句老话 子若强于我 要钱有何用 闲儿多才 则损其质 子若不如我 留钱有何用 鱼儿多才 亦增其过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使命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责任 做父母的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 可以适当帮助子女 做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但千万别忘了 你我 永远都只是孩子生活的百度人 父母爱孩子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让他们学会独立坚强 学会适应社会 活成自己的一束光 这才是父母 最应该传给孩子的 最宝贵的 谁也抢不走的财富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这里是诗店读书 我是夏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